镜头转回到国内天气呢是很不错的 结果这也让大家都想要出去哦 尤其大年初二回娘家 这国道车潮上看三百万辆车子 而究竟目前呢 在这个清水休息站是不是已经有限了相当多的人潮呢 立刻连线给记者黄建璋为大报道 好 是的 主播观众人家说 初二早大家一早就要回娘家哦 而且最近天气非常好 你看看我们的画面哦 很多的车潮已经慢慢涌入了台中的清水休息站这里 而且这边还因为为了要因应这个车潮跟人潮呢 还派出了交管的人员来这边来控制现场哦 而且因为今天天气非常好 除了回娘家的人潮之外 很多人也是赶着要出游哦 而且其实今天整个车次呢 上看了三百万的车次 所以其实在现在虽然车潮已经很多了 但是其实在更晚一点 再可能到下午两点左右的时候呢 车潮还会再涌现更多的状况 而且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整个车位是停得满满满哦 而且再来呢 其实这边人潮一多 其实这边的超商还有业者呢 其实都是备货了非常多 他们备货了大概十倍的量呢 来应战这一次的车潮以及人潮 就是初二现在状况在台中的休息站 以上是现场最新 我们连线主播 好谢谢建造连线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呢 真的是越来越多人出来了 那么一 谢谢观看